歡迎收看女明星打開化妝包的單元 我是女明星林可彤 我總算來這邊打開我的化妝包了 那這個呢就是我非常大的一個化妝包 然後上面呢有我的名字 HOPE 這是我的好友林佑莉 就是做給我的一個化妝包 非常非常感人 然後上面還有我很喜歡的這個小鹿斑筆 還不只這樣喔 打開之後呢 它再有一支斑筆 你看我有多喜歡這個小鹿 然後現在呢就要來介紹一下 我覺得本季我覺得很好用的一些東西 先來說說這個很重要的就是眼部遮瑕筆 以前可能都用一些膏狀的東西來遮瑕 現在就萬萬不可 一定要很保濕之後 然後再用這個液狀的點點點 然後呢用無名指這樣稍稍把它推開 才可以把自己眼睛周圍的這個暗沉呢遮好 這個是一個我用非常多年的護手霜 然後呢它的質地呢是很像凡士林的質地 然後完全沒有香味 然後很滋潤 所以就像你出國去 像我剛從日本回來很乾燥 你都可以拿來擦 然後也可以當護唇膏 然後也可以幫寶寶擦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沒有香料 這兩個東西都是我每次去日本的藥妝店都一定要買的 這個是日本藥妝的Top 1暢銷 就是它這個溫感的護唇膏 然後會讓你的嘴巴的顏色變得比較淡一點 然後很自然 所以你平常素顏就可以稍微讓你嘴巴比較有氣色 它是一個筆狀的遮瑕膏 然後臉上如果有些小斑點啊 或者是臨時長痘痘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稍微這樣點一下 然後就很方便攜帶 我就會隨身攜帶這個 這個是一個春天的夾彩 你如果是很淡妝的話 就這兩個顏色混合起來當這個災紅 那如果想要顏色淡深一點的話 就是用這個顏色 我很喜歡把這兩個不同層次的橘呢 來當我這個春夏的眼影 上面呢用這個橘色的 然後下面稍微用一點點紅 我覺得很適合春天的彩妝 所以這個很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這幾年真的很流行 嘴巴一定要上顏色才可以出門 我就會很喜歡像這樣子 唇釉質地的唇膏 那它這個很方便攜帶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很保濕 那我很喜歡像這種 乾燥玫瑰色 就是這幾季的火熱顏色 這個唇釉真的擦了完全不會顯唇紋 然後重點是它也不會黏黏的 我也很怕擦到黏黏的那種唇蜜或是唇釉 嗯 真的很好看喔 這就是我的畫 啊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要跟大家推薦 差點忘記了 大家看看這個是什麼 它就是每天都會放在我的化妝包裡面 它是一個伸縮皮尺 因為體重已經不代表一切 只有皮尺上面的數字 才知道你到底胖了多少瘦了多少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就是化妝包裡面呢 隨身攜帶一個皮尺 可以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身材 好 這就是我的化妝包 介紹完畢